在做什么好吃的呢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醒了吗 一会儿见 是不是从今天开始 就再有求必应见不到你了 我们的知名校友霍老师 已经从有求必应圆满毕业了 但是他挺拔的身材冷俊的神色犀利的言语 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中 以霍老师为榜样 我们也该不忘初心 重整旗鼓 在战略布局上做出一番新的调整 爸 大神总啊 没人站进办公室了 你是不是心里乐开了花啊 能不能有点格局 我在乎区区一个办公室吗 柔主姐 我觉得你还是搬到外面来吧 你在这儿 比我爸在这儿赏心悦目多了 我也好想大神哪 这个程序有爸爸 今天怎么也修复不好 上班时间 你看看你们几个腻了八几点 能不能振奋点啊 爸 你好好在办公室待着呗 我在里边把杂带都不得劲儿 我就搅着气场不合 你是不是也想大神啊 你是不是也想大神啊 突然间扫了个瘾啊 心里确实有点空唠唠的 唉 刚开始是个局 可是到后来 我们都成了局中人 一块儿笑一块儿闹 这时间怎么就过得这么快呢 可现在这时间 怎么就过得这么慢呢 看来我的决定是对的 好 大神 你决定回来看看我们了 考虑到你们对我的思念和崇拜 所以我决定 留下来 你们不欢迎我吗 太好了大神 太好了大神 是不是还得和我这个老板商量一下啊 真不让我吗 你不用看他了 我才是他的老板 这次没有任务 让我留下来就好 准了 我接个电话 喂 给个月采访啊 咋想采访啊 可以 没问题 我现在就过去安排一下 好 哥刚刚结束采访过来 又安排上一个明天的 哥 我先走了啊 好 走吧 去吧去吧 我的办公室 麻烦帮我清理一下 是 慢点 慢点 对于我的出现 某人现在一定是心花怒放吧 某人为什么不回我信息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因为我想当面告诉你 给你个惊喜 真的决定留下来 我怕你们太想我 尤其是你 自以为是 下不为例啊 好 下不为例 幼稚 走吧 让我们一起去布置我们的办公室吧 我的助理大人 喜欢吗 怎么样 不合适吧 撤了吧 怎么不合适 我不撤 这可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 你这是什么神秘啊 跟大老王都有的一拼人了 吐得浮夸 吐得吊炸 你再看看这个 看什么都没有 对吧 闭上眼 数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看 大神回来的唯一负面影响 这碗狗粮 干了 连你都不单定了 爸 爸 还是人家俩在里面合适 我说你俩上班时间注意影响啊 现在是午休吃饭时间 我说你俩能不能考虑一下 我们这些单身同事们的心理阴影面积啊 爸 把门锁去掉啊 怎么样 自己忙吗 我 可是有喜欢的人了 这看爸你给嘚瑟的 还是小颜好 心里只有工作 嗯 周一到周五要工作 没时间 二位 您的菜齐了 谢谢 不客气 请慢用 四个都是天使 这也太甜了吧 我觉得还不够 你有没有感受到 一个完美的男人 在爱情的滋润下 散发出来的 魅力 没有 什么意思啊 你看啊 我像不像这杯可乐 一看到你 就开心地冒泡 你怎么连说话都变土了 好了 喝吃吧 你知道这道菜要怎么吃才最好吃吗 我喂你吃 我喂你吃才最好吃 你也吃 吃啊 猪肉鸡肉我都不喜欢吃 你不喜欢吃啊 那你点这么多 你想要吃什么我再给你点 等等 我最喜欢 你这个心头肉 哎呀 这饭吃不下去了 你不会要一直对我这样吧 这顿饭呢只是个开始 今晚我们去哪里约会 今晚 等一下 小妍 今晚餐厅可能人多 能来进去吗 给你加钱 对不起老板 我今晚有别的安排去不了了 好啦 只要你不再说这些土味情话 今天我就一直陪你 好 我保证 以后坚决不说土味情话 去吧 我不解 谁也别想打扰我们的约会 喂 私人有愿吗 我要个包间 今晚 没有了 满了 小包间也没了 好吧 谢谢 喂 屋顶酒吧吗 我想要情侣卡座 对 就是今天晚上 满了满了都满了 挂了啊 我先忙了 哇 怎么样 怎么我一谈恋爱 这全世界的人都在跟我抢了谈恋爱 一个位置都没有啊 没有 不行 我得让靠连给我找到位置 让他解决 等一下 要不然今天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一个绝对没有人跟我们争位置的约会生病 怎么样 还不错吧 对不起 这次是我没有做好准备 哎呀 你别闷闷不乐嘛 那些地方哪有这儿好啊 你看看这儿 又安静又特别 还没有人打扰我们 多浪漫 笑一笑 好 你的手怎么这么冰啊 是不是太冷了 要不然我们回去吧 这样不就好了吗 你再这么看着我 我心里的小火苗 好 要是我就直接亲了 我再来亲一遍 柔柱 明天 去跟我见爸妈吧 这也太快了吧 我还没做好准备呢 那你还想等多久 我想起来了 我明天有个特别重要的坚持 没关系 可以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我 好 别担心 有我在 我看着你 我也在 我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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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b 咱 明天就要见家长了 怎么办 果然 那个熊性动物要出场了 咱 怎么维使不定 你对霍云牙一直都不是很友好 你看我对谁有好过 那倒是 毕竟你是我的吴皇 你知道就好 虽然霍云雅这个人 龟毛又自恋 但只要他陪着我 我就觉得很安心 烈柔猪呀 你已经彻底沦陷没救了 月虎 明天周六 一起吃饭吧 明天不醒 要见客户 但是后天可以 我把地址给你 不见不散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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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老的周末 心情很不错 我和女生拍拖 千万不能喝拖 我 臭嫂子你有病 大便不是要你绕口令 爸 可以呀 还有整个双压呀 不然是双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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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实际上别磨叽 好嘞 这还没来呢 妈 你别着急 这个点应该快了 爸 妈 我们来了 这就是柔珠 阿姨好 叔叔好 幼虎姐 柔珠啊 我跟你叔叔啊 早就想见你了 妈 柔珠还给你们准备了礼物呢 这么客气啊 还带礼物 谢谢啊 云阳 快请柔珠坐吧 快坐快坐 真好看 柔珠啊 我们呢 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想吃什么呢 可以再点啊 叔叔您太客气了 已经很好了 柔珠 这个名字啊 真好听 人也长得好看 瞧瞧 笑起来呀 特别甜 谢谢阿姨 妈 他还有个昵称 叫小肉猪 我儿子啊 说了你们好多的事情 我们呀 觉得你们特别般配 所以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妈 这才刚谈恋爱 你就催着结婚 太着急了啊 结婚又不耽误谈恋案 真是的 柔珠啊 下一次啊 把你父母也带来 让我们见一见面 妈 怎么了 阿姨 阿姨 叔叔 我是孤儿 孤儿怎么了 所以啊 你们要早点结婚 我们早点成为一家人啊 你们不介意吗 这有什么好介意的呀 我们又多了个女儿 多开心的事情啊 云雅 你要抓点紧哦 是啊 妈 我努力 快走 快走 开心了 想多恐惨 快走 你们要走 不快走 一楼 再来 Beverly 你说谁是你媳妇 你说谁丑 我爸妈说很喜欢你 真的 我也觉得他们特别亲切 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所以你的想法是什么 什么想法 我妈说让我早点把你娶回家 那个 我突然想起来 明天上午还要兼职呢 我先上楼啦 等等 又怎么了 别闹了 在外面闹 月狐 你好 这个有点成熟了吧 月狐 你好 这个有点幼稚吧 嗨 月狐 这个好像对了 嗨 月狐 这个送给你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不是给你的 嗨 月狐 干嘛呢 月 月狐 这个送给你 都是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给你擦 我给你擦 我自己来吧 没事 没事 我自己来就好 没事 没事 我 你干嘛 我 我 你似我胜的皮贴干吗 我觉得单眼皮也挺好看的 我是那双 你去哪儿啊 你别生气啊 王毅云 你蠢得真够可以的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火锅店新开张 冲一千搜两百 先生要不要进去看一下 小姐 要不要进去看一下 谢谢 谢谢 冲一千增两百 要不要看一下 你好 先生 要不要带女朋友试一下 试一下吧 你出现在书店穿越人群喧囊 空气的味道 人身的对角 跳动每个细胞 您好 你点的奶茶 不是我 我没点 我这是定位显示的 就是发传单的小熊 谢谢啊 小姐 能给我一张传单吗 我最喜欢吃烤肉了 我这是火锅 不重要 给我吧 好好好 给您看一下 新开张的火锅店 冲一千增两百 您去看一看啊 新开的火锅店 给给给 好 谢谢 冲一千增两百 冲一千增两百 新开的店就在那边呢 谢谢啊 您好 走吧 一起吃火锅吧 刚刚那些都是你做的啊 那不然呢 我帮你拿东西 好不好 走 等一下 我又有新的订单了 我得去下一个坚持了 不吃饭怎么行 不吃饭会累的呀 有这个就够了 我一会儿出风再吃点 我先走了啊 拜拜 一定要吃饭 岳湖 你别生我气了好不好 我已经给那花店老板说过了 他说了以后再也不会 在玫瑰花里放水了 你看 真没水了 你笑了 你笑了就是原谅我了 这个送给你 谢谢啊 我还有一个小礼物 这个手链虽然有点廉价 但是我希望你看到他 就能想到我 你怎么了 没事 是不是我说的有点直白了 不是 我有点饿了 那你想吃日料西餐 还是东南亚创意菜 都可以 怎么这么没创意啊 这些我都吃过 这些我都吃过 那你想吃什么 你就不能带我去吃个 你喜欢吃的 太好了 包你满意 谢姐姐 您的柠檬水 谢谢 谢谢 赵赵 那我去吃午饭了 好 哇塞 绝了 我开始吃午饭喽 放心吧 您好 您的外卖 我没点外 怎么又是你啊 对 是我 我比较快抢单 抢单比较快 是这些吧 营养均衡 都是你准备的 不然呢 这个 你就别吃了 吃我给你点的就好 好 那我尝尝 好 好吃 你也吃一口 嗯 爱情的滋味 嗯 快吃吧 你一会儿 是不是还要去下一个减职 嗯 你吃了吗 我当然吃了 嗯 嗯 月虎 来 尝照 我的独门秘籍 谢谢 没事 怎么样 嗯 真不错 你喜欢就好 月虎 我想再跟你确认一下 我们现在 是不是就算正式在一起了呀 那你觉得我和你出来是干嘛 真的 那我就是你男朋友 你就是我女朋友了 可以这么说吧 但你不算多 耶 月虎 我现在的感觉就像 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 我感觉我整个人有点 轻飘飘的 有点失重的感觉 她是我女朋友了 谢谢大家 恭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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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虎 我太开心了 王毅云 再这样子 我就要收回我的决定了 收到 快吃吧 好 月虎 你放心 我会让你今后的每一天 都非常开心 我知道 现在做这个决定 对你来说有点困难 但是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说过 我会为了你努力的 知道了 你快走吧 一会客户该来了 你想把客户赶走啊 那 是不是应该给你差评 你是客户 你别开玩笑了 赶紧取消订单快走吧 怎么 你的男朋友 就不能有抓玩偶的需求吗 我要那只小粉猪 吃一个 你怎么了 是不是腔到了 你喝口水 你还有这种小心思 那您喜欢吗 喝口水 来喽 轻松 对我来说小意思 不是说是神抓手吗 怎么一个都抓不住我 这只小猪太奸诈了 你不信啊 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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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粉猪 我终于扎到你了 霍牙你开心吗 一开心我就开心 你怎么来了 来餐厅 当然是为了吃饭了 这是我兼职的餐厅 这哪道菜 是这个餐厅的推荐菜啊 这个 哪个 这个 这个呀 其他有推荐的吗 这位先生 您的菜上齐了 请您慢用 谢谢 来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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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您还有什么吩咐 我还想再点一道餐 个人建议您吃完再点 现在提倡清盘 好 那就买单吧 麻烦你帮我打个包 谢谢 我要带走 文雅 你闹够了没 我要下班了 你现在害得我下个健身 都快迟到了 我告诉你啊 这些菜一口都不许剩 关门行动 听懂了没 走吧 我们进去吧 所以又是你啊 嗯 不然呢 但我这个上面显示 约约的是代价 卡丁车代价也是代价 红颜颜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已经准备好 接受你的表扬了 我不想再这样了 哦 你不想玩卡丁车 那好好再想 不是卡丁车 是我们吗 是我们的 是我们 什么意思 你这几天把我的兼职 搞得乱七八糟的 这是我的工作 很认真的 不是陪你玩 我就是不想让你做那么多的兼职 辛苦又没时间陪我玩 轻松快乐一点 不好吗 可是我兼职就是为了赚钱 为了资助养育我的福利院 那好吧 我给卡丁打电话 我给福利院捐款 以你的名义 为什么 我不需要你以我的名义 我想要自食其力 我可以靠我自己 你到底懂不懂 我不懂 我们都已经在一起了 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还有什么不对的吗 这当然不对 我们是在一起了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要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宁如珠 这跟人生目标有什么关系 我 我不想跟你正编了 我这几天每天都很累 我想跟你说 但是我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觉得我自己就像那个提线梦偶一样 被你操控着 你是想让我轻松快乱 但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 宁如珠 我费尽心思陪伴你 你却说我想要操控你 我真的很压抑 你这样的做法很幼稚 这个不是爱 只是占友 而且 谈恋爱也不应该是这样谈的呀 你这么闲吗 你创作不需要时间吗 你工作的时间 难道像我这样 一而再再而散地去打扰你吗 我们不应该是 好 是我打扰你 我走 我走可以了吗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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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师傅 我的车没电了 先过马路 愣着干嘛 我刚才问了 这里面没有充电的装置 辛苦了 热的 谢谢 霍云牙呢 她今天怎么没有陪你啊 她 她应该还没忙完吧 没关系 方舟 要不然你先走吧 我自己再看看 想想办法 这个点女生一个人回家会很不安全的 我送你回去吧 没关系 不用了 我可以 自己 女生推这个会很累的 还不走吗 还不走吗 那 麻烦你了 没关系 你每天都会兼职吗 对啊 我是兼职小达人嘛 那你这样 一定很辛苦吧 没办法 生活嘛 我又不像你们 能写出那么多好看的小说 我就只能每天 很努力很努力地赚钱 养活自己 哪有 你明明很优秀的 对了 你为什么不考虑接受你男朋友力所能及的帮助呢 这是你们男生的理解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 即使谈恋爱也不能迷失自己 去改变自己原本的奋斗精神 为什么要靠男朋友呢 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因为爱情吗 那 为什么相爱了之后就不努力了 我不理解 你看我干嘛 是我脸上脏了吗 当然没有 我觉得你跟我想象中 一模一样 你刚刚说那句很对 两个人相爱之后 就应该把自己最真实的面容给他看 对啊 你喜欢的就是原本的我 那 为什么还要去尝试改变我呢 所以 霍元衙想改变你 没有啦 前面就是我家了 前面就是我家了 谢谢你送我回来啊 没关系 我问你个问题啊 小黑猫跟小白猫 是一对好朋友 有一天 他们俩一起去 春游 小黑猫掉进了井里 他想让小白猫去救他 你猜 他会跟他说什么 你这是什么问题啊 猜猜吧 说了什么 说 救命 救救我 那说什么 小黑猫会跟小白猫说 喵 再给你一个机会啊 有一个班呢 有十三个小孩 他们一起去玩捉迷藏 有十个小孩被抓到了 还有几个小孩 没被抓到 这个我会 十三减十 还有三个小孩 不对 那几个 两个 两个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小孩 在抓他们呀 傻死了 你总算笑出来了 希望我这两个傻死的笑话 可以让你横扫一整天的阴霾 谢谢你啊 方舟 女肉猪 我这一天 姐 啊你来了 我就把她 交给你了 那我就先走了 谢谢你啊 方舟 没关系 晚安 你为什么让她送你回家 你为什么让她送你回家 你说为什么 因为我男朋友把我丢下了 这么冷的天 我一个人 拖着这个没电的摩托车 我走了这么久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呀 你都把我丢下了 我还主动联系你干什么 你可以打车 你可以叫王毅云送你回来 你为什么偏要让方舟 来送你回来呢 王毅云 你怎么这样 你管我兼职 你现在还要管我见谁 所以 你觉得你作为我女朋友 大半夜让其他男人 送你回家 你觉得合适吗 那我男朋友去哪儿了 你现在还有脸来怪我 魂云亚 你心里 到底有没有在乎过我 我不在乎你 我一个人在这儿等你一晚上 行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是我让你久等 你现在请回吧 柔珠 走走走走走 欠我不期待 命运等待现在 幸福中点向我奔赖 赶走我奔向你望 这感受祝福 像这原来有的 看你的背影光芒完整 是你只给我前进的方向 告诉我没有到不了的远方 你无需停留回首 路我来走 我在你身方身后很久很久 可以了够久了 昨天微信群语音线上直播 今天又听现场 你懂啥 这个就是爱情 走哪儿了 能这么下吗 那重玩 这就不算行吗 你 不行 请问您是 唐依依 那我问的干嘛呢 依依 你怎么来了 哎 你们 这 你有事找我吗 我 依依 要不然我们进去说 嗯 来 坐 谢谢 谢谢 那你们先聊 我就先出去了 二朱朱 你留下 我不介意你知道我的事情 而且我们都是女生 或许你可以帮到我 好 室内不许抽烟 没关系 不用理他 之前大老王在这儿也没少抽 不行 二手烟有害你的身体健康 不用你管 聂如珠 你们 是吵架了吗 没有 谁有闲工夫跟他吵架呀 你们真像一对新婚小夫妻呀 半嘴都想着对方 依依你就别开我们玩笑了 说吧 你有什么事情 上次发布会之后 我选择去旅行 本来想散散心的 但是 这也太好看了吧 怎么样 帅不帅 是不是你梦中情人的样子 倒是不像霍云牙了 你们怎么回事啊 还是老样子 开不了玩笑 就是他 可以呀 这很帅了 这也叫帅 你应该去看眼科医生了 你去看看精神科医生 我就去看看眼科医生 也如珠 那后来呢 有后续发展吗 然后 我们 旅行约会 太浪漫了吧 费尽心思准备的约会 某些人不领情就算了 还乱发脾气 霍云牙 你说谁乱发脾气 你怎么不说你自己霸道 哎 不好意思啊 依依 你继续 我的大小姐啊 我帮你炒了那么多年和霍云牙的CP 你说你不想炒吧 行 你人设高贵嘛 我费心思跟你谈了电影 你说台词不是人话 好 我也忍了 你说你想休息一段时间 停掉所有的工作 去旅行去散心 我也不拦着你了 现在你跟我说你要谈恋爱 谈恋爱呀唐依依 你进这个圈子多少年了 你不知道谈恋爱 对一个女艺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 我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心思 现在把你捧糊了 你怎么你翅膀硬了 那我就不麻烦你了 我会召开发布会 宣布退出演艺圈 退出演艺圈 你是想跟我解约 真的 你真的要退出娱乐圈啊 你想好了吗 这也太可惜了吧 柔珠 我很幸运 初道即巅峰 我承认 这一切都离不开公司的付出 但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在规划 我没有自由 我也没有心情 可以沉淀下来去思考 更没有时间去散心 这样我怎么能塑造一个好角色呢 恐怕你的公司 不会同意的吧 没错 唐依依 既然你一孤行 那咱们按合约执行吧 这么多年我给公司赚了多少钱 你心里清楚 跑商业 带新人 给公司站台 哪一项我不是尽心尽力 也没在我身上少赚钱吧 你不带新人不跑商业 难道让全公司都指着你一个人吃饭 唐依依 你别忘了这些年是谁把你捧红的 追求爱情 可以啊 合约到期 我双手送您离开 你 太过分了 你的金金公司凭什么这么对你啊 他们把你当成赚钱机器 自然不会妥协的 所以 你这次来 是希望我们帮你解决合约纠纷 是 这是我的私事 我不想太多人知道 所以想来想去 就只有你们能帮我了 你放心 姨姨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给你办好 像这样的金金公司早该被收拾了 你可说 你不认为你 你不认为她 你不认为她 有点赚钱 她 我认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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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神怎么会惹柔朱姐生气呢 唐依依和护云雅之前传过绯闻 唐小姐 有什么需求您随时开口 我们事务所除了有求必应 也确实没有什么别的优点了 对呀 唐小姐 你有什么困惑直接提 我们一定全力帮忙 先别问了 一会儿我们开会再商量一下 麻烦了 太令人惋惜了 我要再年轻二十岁了 此刻呀 恐怕已经坠入爱河了 爸 我们来咖啡厅 是让你清醒一点 不是让你做梦的 你个臭小子 他跟女朋友了不起是吧 连老爸都敢怼 那怎么办 我是没办法 你要是没办法 你要是没办法呀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今天都已经说了三十九遍没办法 你有时间赎这个 你不如想想该怎么办 我又不是律师 各位好 我刚刚做的甜品 试试 来 来 尝一尝 很受女生欢迎的 谢谢 那自从诺亚变方舟了 咱能够好好聊聊呢 跟我们一块吃点呗 你们先忙我就不打扰了 有什么需要 叫我 真不错 尝着 多好啊 真好吃 真好吃 甜品而已 有什么好吃的 来 我的给你 有些时候 无知真是挺可怕的 你确定是在跟我说话吗 把你都抹掉了 黄云云 你是位律师 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应该想想办法 我记得 我实习的时候 确实接触过一人合约的纠纷 那太好了 就看你了 好什么好 我就是因为接触过 我才知道 唐依依的案子 我们根本没有胜算的 况且还是我 你个俗活的 我让你何用 老板 他这点 有点遗传 室内不许抽烟 以后再有求必应 也不准抽烟 对身体不好 看我干什么 我又不是怨妇 没那么脆弱 那也不行 这位先生 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我对你好 你还说我管得宽 你管得就是宽 你管人家吃甜品 管老板抽烟 还管我兼职 怎么了 真把自己当霸道总裁了 全世界都得听你的 我救的 他们这是在打琴骂枪 秀恩爱幻套路了 这位小姐 你现在有点不可领域 我是在关心你 关心和霸道 我还是分得清楚的 关心呢 是多问问我觉得 而不总想着你觉得 你揉猪 不是我说你俩 唱哪一出啊这是 感情出现了霸道 大神 你又因为唐依依的事 惹柔猪姐生气了 你闭嘴 你闭嘴 你既然那么喜欢吃甜品 我把我的给你 就不用了 您自己吃吧 我怕我吃了会吐出来 我是吃还是不吃 我是吃还是不吃 我的傻柔猪 你 你真是 人家昏运牙那是 对你好的 你吃个蛋糕就能吐 以为自己是孕妇 自个儿 孕妇 吐了 来 你怎么了 是不是呛到了 大人咱来 不会吧 不是干啥呀 你想没别傻了 我想明白了 我彻底想通了 说说你的计划 勇于承担责任 承担什么责任啊 人家唐依依就是唐依依恋 公司不同意 你让他承担什么责啊 你们说什么呢 你根本没有在意唐依依的案子 大神 唐依依的案子没办法解决 他们公司是一线经纪公司 我们没有胜算的 不是那你站起来干啥 你想明白啥了 是其他事 非常禁忌 我要请假 不管你批不批准 我我都得走了 你我这 这怎么来你 完蛋 都说酸儿腊女 是买这个呢 还是买这个呢 搞不好是龙凤胎呢 都买了 哎 哎 王毅云 你知不知道这些东西里面有多少添加剂啊 还有这个 你都多大了还吃辣条 这些都是我特意给你买的 这是唐依依的经纪合同 你看一下 等你回复 月虎 你如果不喜欢这些的话 你等等我 我再去给你买点健康又符合你现在胃口的 你爱吃柠檬吗 柠檬酸是酸了点 但是富含为西 我再给你打包个剁椒鱼头 不然老板少放点油 鱼多吃的话会变聪明的 我再给你买一个 行了行了行了 你放着吧 我待会儿吃 我还有工作要忙 哎呀不行 你现在这个时候必须得多吃点东西 来 来 再来一个 哎 这下你满意了吧 黄奕远 唐依依合同的事 你想到办法没有 是儿子 你要不要问那些老师啊或者前辈啊 就是一般这种合约都该怎么整啊 爸 不同情景处理问题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个世界上最没有模板的就是合约 而律师就是要根据各方的需求 结合实际情况 基于宪法法律法规规章找到平衡 哎呀 我儿子真专业 认真的男人最帅了 老爸被你迷死了 那照你这个意思 唐依依的这个案子大有希望啊 有什么希望啊 理论是理论 那合约纠纷牵扯的问题太多了 我就是个小小的一个律师 怎么能和唐依依那边的律师PK呢 我的胜算肯定是零 对了 我跟你发的合约你看了吗 唉 大神我根本都不需要看 人家对方公司是出了名的眼睛 别人我不知道 我肯定是不行 真怂 看不起你 早知道你这样 我就不陪你在这儿浪费生命了 老C 你跟着瞎仓和什么呢 你自己不愿意接受家里的生意 你还来让我了 黄云 我有点看不起你了 大家这么帮你给你鼓励 你有点勇气行不行 柔朱姐 我们有求逼应 一直以来不都挺好的吗 为什么非要接受唐依依的委托 为什么明明知道会输 还要不撞南墙不回头呢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没试过怎么知道会输 你为什么不试一下 搞搞清楚 你首先是个律师 就因为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律师 我连向阳的委托都没有过 哎呀总之你们别劝我了 我还忙着谈恋爱呢 给我站住